记者12月17号从宜宾市政府应急办活息 截至12月17号10点30分 四川新闻地震共造成35,994人受灾 17人轻微受伤 部分电力和通信设施受损 有轻微身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157.9万元人民币 16号12点46分 四川新闻县发生5.7级地震 震源深度12000米 震中位于新闻县周家镇 据不完全统计 地震共造成房屋一般受损6693户 10804间 严重受损256户 392间 倒塌3户9间 新闻县周家镇卫生院内 医生正位躺在病床上的地震伤员孙守斌 和他的妻子检查身体 孙守斌向记者回忆 自己与妻子驾摩托车在路上骑行时 被肥蚀基因 清醒后被好心人送到医院 他很感激帮助过他的人 你要散了相 然后就把那个石头就扎下来 把我们扎了 当是受伤了我们也不晓得 等我们清醒以后 就跑去跑嘛 跑到安全地里来就跑不动了 开小车要走到的国家 路都断了 他只有回头 然后他就帮我们送到医院里来 很感动 那个生活的人和医院的医生服势 都很感激他们 新闻县周家镇卫生院院长李扬介绍 目前在院的伤者情况平稳 卫生院在安置点设置了医疗救护点 并在安置点周围进行防疫消毒 我们周家卫生院总共收治了是10名病人 然后接着到昨天晚上 然后有10名伤者 就是很轻微的已经回家 然后我们是每个路到8个小时 进行一次电话回房 现在还收治了6名伤者 然后情况都很平稳 新闻县周家镇不少学校 因地震在17号停课一天 在周家镇周家小学内记者看到 学校主体建筑完整 但仍能看到镇后脱落的楼房外体涂层和墙角裂痕 学校围墙也有不同程度坍塌 正在排查房屋安全隐患的该校后勤主任 程选福介绍 当天已对学校有安全隐患的地方 进行加固或拉紧接线 预计18号可以正常复课 学校的受证主要是学校的中火楼的房屋 生活比较厉重和学校的围墙倒塌 教学楼还没有问题 现在正在进行安全银行排查 准备是明天上火 感谢观看